在前不久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奥运羽毛球女单冠军时隔9年再度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而夺下这枚金牌的正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国语一姐陈宇飞 8月22日陈宇飞接受中心视频专访畅谈自己的奥运之行 虽然拿下冠军但陈宇飞谦虚表示 自己的东京之行只能打85分 拿了冠军我觉得肯定值得肯定 但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暴露出一些问题 我在场上就是后来我总结啊 然后一些看录像啊这样子 然后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 然后有一些小细节可以在值得更好 我其实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细节啊 然后力量啊进攻啊 然后反击啊这种 我觉得其实在场上我还是有很多 还有线路的丰富啊这样子 对更加合理啊可以 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提高 陈宇飞告诉记者 他也曾经在成绩好的时候 有过骄傲自满的心理 但他及时做出了调整 并依然期待更大的进步 19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 那那个当时成绩比较好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骄傲的时候 就是也不是骄傲吧 就是可能有点思想膨胀 然后导致自己的心态啊 就会起一些变化 我觉得这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警告吧 然后再经过调整然后再到这次奥运会 难怪你 我觉得就是 就是也不是谦虚吧 我觉得就是你不能这么快的就知足吧 对就是还是要有一个 还是要有一个新的目标 然后还是要有一个前进的方向 而且我确实也还没达到 那么高的水平 我觉得 陈宇飞说 自己其实是一个佛系的人 并且曾经在训练中 也很佛系 但是现在 他会在训练中 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他说 中国羽毛球女单 一路走来 输为不易 应该更加努力 因为我们女单 就是对手一直都非常多 然后每个国家 其实的 那一两个女单 都 都 都 水平都很相近 然后你在场上输赢 都不能 就是 确保输或者 就是 确保输来 确保 确保赢 确保赢 所以我觉得 这会导致我们在训练中 更加努力吧 然后会有一个 更加 就是 积极的一个 状态 然后会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 这样子 我觉得 在众多女单对手中 陈宇飞在本届奥运会 女单决赛中迎战的 戴姿颖 无疑是其中 实力强劲的一位 在本届奥运会之前 陈宇飞与她 对决的战绩 是胜少负多 但即便如此 陈宇飞也依然 以平常心面对 我觉得你要 就是不管是碰到谁 就是 自己做好自己 然后 全力以赴 然后就是 准备好对手的 就是 因为我们也打了很多的嘛 然后打了很多之后 就是对相互也会比较了解 所以 在她的一些 特点上 自己去注意了 然后就是尽量的 就是我觉得 不要因为有过大的压力 背上那种包袱 然后导致自己发挥市场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心态上 调整的会比较好 拿下奥运冠军后 陈宇飞身上 无疑多了一个光环 但她认为 面对金牌 一定要摆正心态 取得了这个成绩之后 可能就是 大家对我的期望 可能会更高 然后 然后可能会更关注我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 自己来说的话 就是希望不要被这些 去影响吧 然后还是做好自己 然后 我觉得之后 比赛中 训练中 还是要去放下 自己的这个 这个成绩 这个身份 我觉得 就是 还是要 以平常心 去对待吧 陈宇飞说 除了奥运会 未来她还要面对 很多比赛 对于每一场比赛 她都希望 能够向最高领奖台 发起冲击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就像刚刚说的 游杯 然后还有市井赛 这些其实 亚运会 明年亚运会 其实我这些比赛 也都没有拿过冠军 所以 还是要尽力的 去冲击各个 就是这些比赛吧 所以目标 其实是大满贯 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 大目标吧 可以说 但是小目标的话 就是尽量去争取吧 就像这样去争取 那个每一个比赛的 就是冠军 就像这样去争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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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这样去争取吧